六十五大公布,股市彈書情緒人幣微升 2015年7月10日中國經濟B04大公布信 A股港股反彈及中國央行維穩態度堅定 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價隨中間價升勢 最終升六個基點或0.01% 收報6.2088元 全日在6.2068至6.2092區間徘徊 昨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布6.1151元 交週三走高24個基點或0.04% 交易元稱,兩地股市強勢反彈緩解 里岸和在岸市場恐慌情緒 隔夜國際美元下跌 亦在力里岸人民幣震盪走升 與在岸價差明顯收窄 相信在目前七十個點子左右的價差下 沒有套利的必要 一家外資行交易主管表示 股票漲得很厲害 大家情緒稍微穩定一些 本週一 二人民幣兌美元連跌兩日後 週三 及作日責復回升 今週以來 人民幣兌美元即期匯價 累計已回落31個百分點或0.04% 下週將公布一系列經濟數據 市場人時稱從以往經驗看 越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兩行越經向於穩定幣值 據此 估計人民幣後市或遲穩在當前水平附近